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猪爷爷的温室 佩奇和乔治来看望猪爷爷和猪奶奶 你好啊 爷爷 你们好啊 佩奇 乔治 乔治发现了一个球 小心 乔治 你的球提到我的温室了 它可是用玻璃搭建的 所以很容易被砸坏 我们还是把这个球扔得远一点比较好 是谁把这个球砸到了我的温室上 像你这种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 怎么能随随便便乱扔球呢 明明是你先扔的 而且差点把我的温室给砸烂了 你那个能叫温室吗 不过就是一堆破烂的旧玻璃窗 用来种番茄的话已经足够了 在那么破的地方能种出东西 真让我吃惊 和你那个漂亮的玻璃合比 我肯定能够种出更多 狗爷爷和猪爷爷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了 爷爷 既然玻璃那么容易碎 为什么要用它来建温室呢 因为我要在里面种东西啊 我带你们去看看 这些植物都喜欢阳光 而玻璃能让阳光照进来 这植物闻起来好香啊 那些不过是罗勒而已 猪奶奶她把种子扔进了花盆 它就长出来了 我来给你们瞧瞧 我花了很多心思种植的东西 就是我种的这些番茄 它们都长得好小啊 爷爷 尝一个 然后跟我说说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番茄吃起来 没味道 也许它还没有完全成熟吧 你们好 我的宝贝们 奶奶你来了 我可以摘几个番茄吗 猪爷爷 不行 这因为番茄大概还没有成熟 也许过几周就好了 可我准备在午餐的时候 做番茄色拉 我知道狗爷爷那里也种了番茄 对啊 也许狗爷爷愿意借给我们几个番茄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看上狗爷爷 种的那些烂番茄的 嘿 你好啊 狗爷爷 哦 是猪奶奶呀 很高兴在这个美好的早晨见到你 你可以借几个番茄给我们吗 借番茄 我这儿的番茄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今年种的番茄 每一个都长得非常好呢 爷爷 这些番茄看起来比你种的大多了 也许只是个头蛋 可那并不意味着更好吃啊 佩琪 你想不想尝一个呢 好的 谢谢你了 嗯 真好吃 这绝对是我吃过的所有番茄粥最好吃的 这么好吃的番茄你是怎么种出来的 严格来说不是我的功劳 我只是在角落里撒了一些陈年的番茄种子 然后就长成这样了 多摘几个吧 我这儿太多了吃不完 谢谢你 我们能做美味的番茄色拉了 哦 我知道一个非常棒的番茄色拉菜谱 太好了 你能做给我们吃吗 不过问题是这个菜谱里需要罗勒 而我却怎么也没办法种出罗勒来 我爷爷那里就种出了很多的罗勒 真的吗 哦 当然 它们长得郁郁葱葱的 我带你去看看 你真是厉害 告诉我 种出这些罗勒有什么诀窍吗 这个嘛 有点复杂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我往花盆里撒了种子就长出来了 你是说它是靠自己长出来的 对呀 是不是该吃午餐了呀 奶奶 哦 我的小可怜们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 我们用这些来做番茄色拉 首先把番茄切成片 接着在里面加入少许的橄榄油 一点点胡椒 然后再撒上一小撮的盐 最后的点睛之笔 是加入这些芬芳的罗勒液 大家可以吃了 这些番茄简直太美味了 这都要多亏了我的温室 罗勒很好吃 这倒要多亏了我的温室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番茄 色拉拉 哇哈哈哈哈哈哈 Papa Pig Papa Pig Papa Pig